大家好,我是小新 元宵和汤圆呢,相信大家都不陌生 不过你们知道元宵和汤圆之间有什么样的区别吗? 他们都是怎么样制作出来的呢? 今天呢,小新就来到了北京一家老字号的食品加工厂 准备实地探访一下元宵和汤圆是如何炼成的 下面呢,就跟着我的镜头一起走吧 咱们现在制作的是精致黑马馅 前面就是咱们一个切制的一个过程 将咱们的馅切成四次方向的小颗粒 就是咱们的成品馅吧 高峰的时候基本咱们在一万多斤 咱们一斤下能出三斤多元宵 元宵呢,毕竟跟咱们汤圆的形式是不一样的 元宵呢,咱们是摇出来的 技术标准是过五次水 龙头的大小 大家看看它前期一二三四水 它这个姜的条的比例合适不合适 龙头就是毛茸茸的,有一层粉子 它比较干净硬性 元宵是摇出来的 吃的口感呢,比较有嚼劲 汤圆呢,是这种 我们用机器把它包制出来的 表面呢,比较光滑 口感呢,是那种比较内滑的那种感觉 我们汤圆的生产过程呢 就是自动化强度比较高了一跤 刚才小新的在制作工厂都参观了 目前啊,现代化的工艺这个元宵是怎么制作出来的 但是在古代的时候元宵是怎么做的呢 今天小新的就来体验一下 让咱们师傅教我一下 我看这边摆了特别多材料 第一步,第一步咱们要先 第一步啊,先把馅先捕上去 对,对,对,对 拿湿润一下 它好好把粉的好了,摘上去 在那个石墨的面板中 下一步是不是咱们最关键就是要开始摇转一下 对,直直上 直直下 对,像这样 好的 是这样吗? 对 对 对 还行吗,师傅 可以 咱们这衣服一般需要过几遍水 这个过几遍水是看它那个个儿 就是那个大小 看大小 对 小新发现这个真的是一个体力活 这才咬几下我已经冲汗了 就是做一个好的圆胶 是大概多少年才能 才能够好 这个跟它的那个 跟人有关系 哦,跟人有关系 你要是聪明的 你走两回就好 那你看我这样才能消多久 你看你现在就OK了 现在就OK了 我可以昨晚上上任了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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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觉我还成功了 快给大家展示一下小新的摇元宵成果 已经煮熟了 看看 白白胖胖的 闻着特别香 有一股浓浓的芝麻香 赶紧来尝一下我的这个劳动沉默 嗯 这是小新第一次吃元宵 元宵的口感跟我以往吃的汤圆的口感有很明显的区别 它的韧劲更足 不会甜腻 就是正正好的那种感觉 但有芝麻的这个纯香在 那今天小新的厨房就大功告成 圆满结束了